今天的訊息是理性和思想降伏在神面前 訊息就是講到理性主義 很多時候人會有理性主義 有些人說我都是很感性的 但我們都可以有我們自己的過度強烈的理性 或者我們的思想不備 不是降伏在神面前 經常去想我覺得 我以為受影響 我們的思想都在神面前 降伏在神面前 人有理性和感性的兩方面 其實兩方面有他的原因 神創造我們不同是有他的原因的 有感性和理性是非常好的 理性的是男性居多 客觀看事情有好處 因為客觀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受人影響 而當人很感性的時候 他就會很多時候給他的感覺 他的情緒所影響 他覺得他不喜歡那個人 他就不喜歡的 就未必是因為那個人有什麼 不過看到他不順眼 或者他說話令到他不舒服 不喜歡 他就會受影響 這個是客觀有的好處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很主觀的上司 或者太過受他的情緒影響的上司 你會發覺他喜歡那個人 就永遠都喜歡那個人 他不喜歡那個人 就永遠都不喜歡 是很辛苦的 和他一起合作 但是當一個人客觀的時候 你做到事情他就會很歡喜 那時候他就會 不會受他自己的情緒那麼大的影響 但他的好處就是 他不懂得關心和體脫人 給人一種冷冰的感覺 就是體重邏輯 邏輯是好的 不過邏輯也是好 因為他以為我的邏輯已經很對 所以他就不會接受其他的看法 其實在神學上 都是有一些邏輯性的 有些邏輯性就是影響了一個神學的思想 譬如關於神學的三大主流 可能有些人覺得不止這三大主流 但是也有很多人覺得是兩大主流 我讀神學的時候 是覺得是兩大主流 但後來我在路德會神學 就發現有第三個主流 那這三個主流 都是因為那個思想 那個邏輯 他覺得邏輯性要解決一件事情 那我現在我簡單介紹 這三個主流的神學 和這個主題其實是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看到人的邏輯性 可以影響神學到什麼程度 在神學上有三個主流 一個叫做Calvinistic 就是加爾文的神學 不是達爾文 達爾文就是進化論 是加爾文Calvin John Calvin 那John Calvin 他是一個律師來的 那他的神學是什麼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神簡算人 和神的恩怨去拯救人 人是罪人 那他就在那裡結論 就有這個字 TU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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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的 屈甘香是吧 用花名 他就剛剛這五個字 沒有代替了這個神學 第一就是Total Depravity 人完全是有罪 完全不能夠拯救自己 You U Undeserved Grace 不配的恩怨 每個人都不配的 L 這個就是他的看法 Limited Grace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 耶穌定義只是救某些人 聖經有講到神簡算人得救 但是聖經也講到神想所有人得救 但是他就說 如果神想所有人得救 他就應該全部得救 就是解釋 其實這三個神學 是解釋 為何有些人得救 他的解釋就是 分別在神那裡 是神不想救他們 是神定義 譬如有一首歌 以前我聽過的時候 他的首歌唱得很柔和 我都忘記了歌 但是其中有一句 他就說 如果那些人總是不肯信 或者耶穌沒有為他死 他就是這個神學 就是Limited Atonement 耶穌只是為某些人來死 然後 I I Iresistible Grace 這個也是和聖經有抵觸的 就是說什麼呢 當恩怨來到你身上 你不能拒絕 一定會得救 但是聖經是講到人是可以拒絕的 然後 P Preservation 基督徒的保守 神會保守到底 就是說 這個理論出什麼呢 這個神學 就是一次得救永得救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 這個就是Reform Church 就是改革宗 主要跟從這個教義 就是一次得救永得救 就是說 一個人得救 就算他暫時離開 他始終會回頭 總之他得救過 就一定會得救 但是他就說 為什麼有些人就直接離開了呢 他說他起初沒有得救過 他就認為一定是 就是一個邏輯性 就是這樣 所以邏輯發覺有一些問題 就是他用這個邏輯性 好了 另一個人就是 Amenius 就是他的學生 就是John Calvin的學生 但是他就去一個 另一個相反的方向 他就說 為什麼有些人得救 就是人的分別 人的分別是什麼呢 他就說到自由缺制 所以缺制的字眼 是由他而來的 其實釋經是說到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 並不是人的缺制 那他就說 為什麼人得救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信耶穌 是神想他信 不過他不信 那他就不得救了 好了 這兩個神學 還有第三個 普通來說 就沒有承認 這是第三個神學 就是盧德會的神學 盧德會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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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麼樣呢 他就認為 第一 人得救是神的恩典和簡選 是神簡選人 又是感動人 這個聖經有說的 但是聖經也都說到 人得救是因為他拒絕 馬丁盧德就說到這樣 就是人得救是神簡選 人得救是因為人拒絕 分清 就是說 那些人他不得救 都是神想去得救 不過他不願意 他就拒絕 就是 那麼他就停在那裡 他說我不再解釋 為什麼 如果神能夠救人 為什麼他不再救呢 為什麼他不解釋 但是呢 有其他的神學 就會去解釋 就是說邏輯性 可以造成問題 也都有些 有錯誤的邏輯 大家都會聽過 進化論 進化論 其實 根據化石的紀錄 化石的紀錄 如果是真的有進化 應該會生物 逐漸逐漸進步 但是呢 應該看得到 逐漸變的 還有怎樣 由沒有生物 慢慢變出 簡單的生物 一路進化出來 還有動物與動物之間 但是他們發覺是沒有的 譬如 由老鼠到猿 猿猴 是中間 一點都沒有中間形的 由老鼠到瓶 亦都沒有中間形的 所有這些生物 都是各自 完全分開的 所以 化石紀錄 並不止疑 但是因為他們的 錯誤的邏輯 他們就會令到他們 堅持 因為他們的思想 有一個堅持點 我先去解釋 這三個神學的背景 第一個就會說 是神挑選他 他就一定得救 神沒有挑選他 一定不得救 所以他們就會說 總之他得救 總之他們用一個字眼 缺了 其實呢 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他就不會用缺字的字眼 因為他說不是人的缺字 是神的感度 即是當這個人爭信的時候 他就會永遠得救 就變成有時候 那個人是否跟從神 他就沒有那麼強調 第二個的看法 就是人 分別在人 他就會很 會看重人做什麼 即是人的悔改 和人去跟從 其實我們兩個都應該有 應該是有神的恩典 和人是要去跟從的 而第三個看法 就是馬丁路德的 就是神挑選人 是神感動人 人得救 完全是神的感動 聖經說 是當我們死在罪 惡過犯的時候 神將會活過來 有些人以為他缺字信耶穌 所以我沒有用這個字眼 為什麼呢 很多人說 他想信耶穌 其實的過程是怎樣 他不是說 他聽到耶穌 完全想的 不過忽然間他說 好吧 我缺字 我就信耶穌 其實不是這樣的 通常是這樣 他聽到耶穌 然後心就忽然間覺得耶穌很好 好想信耶穌 願意信耶穌 願意了 然後他才祈禱 發覺是這樣的 就不是他祈禱後是願意的 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是神在他裡面做功 當他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神將他改變 就是神的能力 淋在他身上 透過神的話語 將他更生 一更生之後 他就開始覺得神很好 開始覺得神很好 於是他就信耶穌 就不是他說好 好 好 用一個例子 在報道會 講完就講信息 那些人的心很感動 很感動 接著問 誰願意信耶穌 是誰人舉手呢 是心很感動的 心不感動的人 不會舉手 跟著很感動 沒有的 是他很感動 跟著他舉手 他裡面改變了所有舉手 不是他缺自由的信耶穌 是他裡面被更生了 然後他表示信耶穌 所以我是不用這個字眼 因為聖經沒有說過缺字 聖經是說人信主 所以我就說信主就是可以 聖經就說信主 這個人是信 或者是信從 即是信 跟從耶穌 這樣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說 他缺了字 缺了字 什麼呢 是沒有說到的 我應該說清楚 信主就是清楚 他是信耶穌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即是看到人的邏輯 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接著是下一點 好了 理性的人喜歡跟一些規則 他喜歡用一些理論 一些規則 以及用一個框架 即是他覺得要這樣 他就跟從了 好了 感性的人是怎樣 女性居多 她是容易感受感覺 這是有好處的 好處就是 她感受別人的感覺 是會快很多 譬如我太太感受別人的感覺 真的快很多 即是我要去想想她的感覺 這是男性跟女性 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也有一個好處 為甚麼呢 我是不受感覺的影響 即是我不會說被人擊親 跟著我的情緒 就會波動得不得了 因為我會覺得 即是在我未信耶穌 都會覺得 不是很受影響 這是她的問題 我不用很情緒化的 但是感性的人 亦都會更加容易受感覺的影響 那她的好處就是 關心體貼 這個非常好 如果這個世界只有理性的人 這個世界很冷的 但這個世界也有感性的人 但其實呢 多數都有感性和理性的比例 那其實我有一個感性的一面 因為我小時候 我聽音樂 我都會哭 聽到義虎 聽到鼓子 感到我就會哭 我現在都會 我有時想到神的愛都會感動 但我始終呢 我自然反應都不是感性走出來先的 即是我都是理性強過感性的 容易有正面和負面的感覺 她會容易開心 即是興奮些 理性的人 好像 哇 你送一個什麼 帶你去 沒有什麼大感覺 沒有什麼興奮感的 不過也都感性的人 就容易有負面的感覺 她又大起大跌 她又會沉得很厲害的 然後呢 容易敏感和受傷害 很容易呢 別人說了什麼話 她又會想想想想 想一想 又說她真的不接受我 她真的不喜歡我 那她的好處呢 就是她感情豐富 其實兩方面呢 我們都要學習去有的 即是每一個人都要學習 即是感性的人都要學習理性這麼多 理性的人要學習感性這麼多 但其實呢 我想說呢 理性的相反不是感性 理性的相反是不理性 是沒有理性 即是說呢 他做事呢 即是他只是我想做 他不是有理性的 即是這兩個並不是相反 不是說你 你不是理性的一定感性 不是的 有些人沒有理性不代表他感性 有些人沒有感性也不代表他理性 即是他沒有什麼感覺 不代表他理性 這兩個是他要是獨立的兩件事 好了 理性主義有另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只有理性是真正的知識 這個是理性主義 這個是絕對 即是他們那種絕對的看法 一定要是有reasoning thinking 先是真正的知識 以及理性是知識的終極的起源 即是說 為什麼能夠有知識呢 就是一定要有理性的 認為只有通過理性的方法 特別是邏輯的方法 才能夠獲得真正的知識 那這個是很覺得人的邏輯 人的思想很厲害 即是要人的思想才能夠達到這些知識 但是全世界有的知識 神所創造的知識 並不是人想出來的 是超越人所想的 人的知識根本是很有限度的 那這個是理性主義 會有一個不好的後果 理性主義的人看神又會怎樣呢 就會用思想來明白 即是質疑神 神是否真的呢 聖靈效果是否真的 這個很容易 去到這一點他就會質疑 其實質疑神呢 理性的人的質疑方法就是 這個東西是否合乎聖經呢 這個東西是否真的呢 感性的人 他對於聖靈充滿不接受 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覺得不舒服 他不是有什麼原因的 我看到你們這樣 我不舒服 他就是不舒服 但是理性的人 就會用理性來質疑 他就想將神和神的將來 套入自己的邏輯裡面 神應該是怎樣的 神應該有這麼多苦難 如果有神 為什麼有苦難呢 如果有神 為什麼會受這麼多苦呢 即是神不是愛的 那這個是一個邏輯的理論 那由呢 難以接受 超於自己框架的 即是思想模式 所以有些人說 如果神這樣 他做了一塊石頭 他自己拿不起來 如果他真的是神 他就做了一塊很大塊石頭 大到他都拿不起來 如果他做不到 即是他不是神 這個想法很有 好搞笑的 就是說他認為神 會去到一個能力 那個前撤 就是神的能力去到一個力度 即是好像用幾多噸 譬如說 他是億億億萬噸 那麼 總之超過億億萬噸 他就動不了了 那麼 這就是假設 即是神 是受物質的影響 那麼 即是有些人 就會用這個方法 來去講到 說神 即是不是全能 這樣 那麼 在網上也有些人 很搞笑的 他說 他就說 我證明給你看 為何沒有神 我現在講些 蝕讀神的說話 公典神的說話 如果真的有神 神立刻會 用閃電光落 我說完了 沒有東西了 即是證明沒有神 就是這樣 用這樣的方法來 即是有人在網上 是講些很奇怪的 所以不要是網上的人 我們都會相信的 好了 他們都很難於接受神的愛 我曾經試過去宣教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的爸爸 這個基督徒告訴我 他很不喜歡聽到 爸爸 天父爸爸 我們好像小孩子 來到天父 他很不喜歡聽到的 原因是 可能他就覺得 信耶穌就信耶穌 為何要爸爸 為何要天父爸爸 為何要父子的關係 他就覺得信耶穌 就好像可能覺得 平輩不是這種親切的關係 他很難接受神的愛 有些人很難相信神的愛 接著 很難用感性去親近神 去享受神 很難 耶穌愛我 我真的愛耶穌 感謝耶穌 很難的 覺得 也很難輕鬆釋放愛慕神 很難整個人輕鬆了 這就是一個理性主義的看法 我們現在看一個 尼哥底墓 其實他不是真的理性主義 不過他是有一些理性的問題 我們一起讀一下 約翰福音三章一節開始 有一個法律賽人 明叫尼哥底墓 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 歸比我們知道 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父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的 若沒有有神同在 無人來行 耶穌會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從心 就不能見神的果 你那裡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從心呢 豈能再盡無福生出來嗎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四靈生的 就不是能進神的果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我說 你們必須從心 你不要以為是稀奇 風隨著以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他不曉得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尼哥底墓問他說 怎能有這事呢 耶穌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 那些先生 那你不明白這事嗎 好 我們看看尼哥底墓 那些講話的方式 他來到見耶穌 他就說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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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想判斷 你是由神來作師傅 因為你所行的神職 如果沒有神的同在 沒有人能行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 thinking 思想模式 來找耶穌 我看到你所做的事 所以我知道 但是耶穌回答他 他就不是講到思想的領域 耶穌一說的 回答就是靈的領域 我們有思想 有感性 也都有靈的領域 耶穌就說 一起讀耶穌說的話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好了 他就說 人能不從生 再生一次 即是再出生一次 因為我們聽慣重生 所以對我們來說 很保養接受的人 要重生 但是 你想想說 你從來沒有聽過 他說 人要再生一次 所以 你現在立刻看他的理性 的話 怎樣再生一次 怎樣老了 還再生一次 所以他的意思 就不是重生 而是 如果中文翻譯得好 可以說 怎樣再生多一次呢 在他的思想上 不能夠明白 難道入他的母覆 再生一次 怎樣 耶穌就說 人若不從水 和聖靈生 就不能進神的國 一定要神 是將他更生 重生 然後 他能夠進神的國 在得救裡面 我們首先 得著神的救 因為同時 也有個重生 就是裡面 有個新的生命 有沒有發覺 初信主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後果 就是什麼呢 心很學不神 犯罪覺得不舒服 會體重神 這個就是一個 重生的後果 就是一個重生的後果 人呢 就會 就是在 重生的時候 忽然間對神的小學露 這個就是重生 這個是神的作為 就不是人 缺智由他改變的 而是他 聽到神的話 如果他裡面 就不知為什麼 就變了 在我讀神學的時候 你都用一個形容 形容 他就不是用中文這句話 他就說 牛不喝水 怎麼按得 牛不低呢 他是英文的 他不是中文的 牛不想喝水 那你按他 那些水龍 按他喝 他 他不會喝 因為他都不想喝 你為什麼按他下去呢 但是都是牛想喝水的時候 你拿著他 他都要喝水的 我見過 有些動物片 有些動物片 只有很少水 很多蜜蜂走去喝水 厲害 但是那些動物都要不斷去 一去就被他倒 但是他都要去喝 因為他沒有水喝 是很辛苦 現在那裡很窄 他就鑽下去那裡 找水喝 即他想喝水的時候 你難不倒他 我們從生都一樣 即在他裡面 他就會用動力 不過很多基徒 從生的時候 有些用生的生命 但是過後 就越來越弱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親近神 沒有給神更生 就越來越弱 所以我們是需要 不斷地給神更生的 我們都留意 這個時候 我們都留意 OK 好 我們繼續下去了 然後耶穌就回答他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你第一次生是身體生 第二次生是靈 將你生過出來 所以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是稀奇 就是一定要重生的 而解釋到這個重生的過程 風隨著意思吹裂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犯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那麼耶穌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那些風呢 為什麼有風來呢 當然我們這個冷氣 就是我們知道 冷氣機過來 但是你一吹野外的時候 你發現那些風 不是整天都要同一方向 轉來轉去的 那些風的方向 你都不知道他哪裡來 去哪裡 但是你聽見有風的響聲 你也有風 但是你不知道他怎麼來 聖靈生也是的 為什麼一個人這麼深硬 忽然間聽道 忽然間會相信耶穌呢 或者有些人這麼抗拒耶穌 忽然間神的感動 忽然間就會很相信耶穌呢 就是這個聖靈的工作 神呢 其實聖靈是很奇妙的 當我們越看聖靈的工作 我們越覺得奇妙 比如這一對俄羅斯的夫婦 其實是中國人 他們的見證是非常之奇妙 就是怎樣神會做這些工作 實在是很奇妙 而神真的時時不斷做這些工作 好了 就講到 凡從聖靈生的都是這樣的 但是尼光帝幕 那個理性主義又出來了 怎麼能夠有這件事啊 就是他又在問 怎樣能夠得 就是他用的思想模式來回答 然後耶穌就說 你是以色列的先生都不明白這件事嗎 因為耶穌讓他知道 你以為你是先生 你以為你認識很多 其實你不是認識很多 要他在神面前謙卑給他知道 其實他是需要神的救恩 才能夠改變 然後耶穌就講到下面 講到下面的一切 十一節開始 我實實在在在告訴你 我會所說的事我們知道的 我會所見證的事我們見過的 你們恰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上者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 你以為人信 除了從天降下 營救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摩西就抗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地舉起來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會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自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業化 反得永生 那耶穌跟著就說了 他說我們所見證的 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的見證 這個說到就是 以色列人當時 我是拒絕了神的見證 拒絕了耶穌的見證 他真是親眼看到神的工作 他說我講地上的事 你都不相信 如果講天上的事 怎樣能夠相信呢 即是說到這個是屬天的事 除了從天降下 營救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這句話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看看 除了 一起讀 除了從天降下 營救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沒有人升過天 這句話說到耶穌是怎樣呢 是 但我想你說經文講甚麼 他是道一的真神 但經文講甚麼 我們要習慣看聖經 他從天降下 又跟著一下他呢 營救在天 營救在天 即是甚麼意思 我只是說甚麼 營救在天 之後還是營救 ây或是將來 將來在天 這是要說將來在天 會灰灸在天 營救 營救 營救即是甚麼意思 營救 營救 但是營救 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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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灰救 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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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看圣经就要学习 留意这些重点字 耶稣从天降下下来 营救在天上 其实就很简单 祂在地上降生 祂仍然在天上掌管天地的神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同时是一个婴孩 但他同时都是掌管天地的真神 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来的 怎样可以呢 这个就是神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所以这个经文 大家请记住 讲到 从天降下 营救在天的人子 每人升过天 这个讲到特别是说 他是由天降下来 然后升天的耶稣 就不是说 其实是有以乐和以利亚 他们就被折 他们是神将他折上去 他们本来不是属于天的 是属于地的 那又被折上去 但耶稣就是属于天的 然后他又升上去天的 那没有人升过天 那么就讲到这个真理出来 十四节就讲到旧了一件事 摩西就是抗野怎样举蛇 人子下必照样 被举起来 在抗野的时候 当耶稣犯罪的时候 神就用火蛇咬他们 他们就很可能死了 然后神就吩咐摩西 整一条铜蛇举起 那些人就看着他 就得到医治了 那么耶稣这里就讲到 他将这两件事 和什么相连 耶稣被钉十字架 被举起来 就相连 即是说 好像那条铜蛇举起 耶稣都被举起 叫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得医治 这个就是讲到 原来这个举铜蛇 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 预表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 被举起来 圣经也有特别的一句说话说到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座的 其实圣经已经说明到 这一样的特别是说到 挂在木头上 就会被咒座 就是说到耶稣是被咒座的 耶稣是被咒座的 以致我们被释放 被得救 脱离咒座 以致我们能够脱离 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 还有神选出一个最痛苦 最长时间死的方法 不是斩头 是长时间 还有是羞辱的 是除了三个 一个羞辱的方法 耶稣是经历了一个最大的羞辱 以致我们能够得救 所以当我们想到 神啊 你除了我的羞辱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进入羞辱里面了 别再犯罪了 而活在荣耀里面 整天都活在光明里面 不断地处理内心一切的罪 就说到这个旧约举起的铜蛇 耶稣都一样被举起 他是被钉手指架 被羞辱 然后叫我们得救 这个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礼物 就叫一切信他的 道德 永生 然后这个受识节 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这个真理 但是你这样看 人通常是这样的 看到那一节就觉得耶稣和你那个底部的对位就完了 其实那句说话是耶稣和你那个底部说的 神爱世人 即是他继续说话 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经文了 所以一看的时候就好像独立的 其实是连贯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面王反得永生 所以耶稣是告诉他 信他的 不致面王反得永生 是说到耶稣这个很大的恩典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一不断去讲神的恩典 神的作为 圣灵的作为 耶稣基督的作为 神的救恩 但是尼安底部的过程里面是去问问题的 问那些问题是誤性 是理性的问题 他首先问到 人老是怎样能够重生 他就不明白这件事 接着就说 怎能够有这件事 即是从圣灵生的都是这样 他又再问一次 怎样能够有这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 尼哥底部 他是被他的理性所影响 而不是立即回应 哇 真奇妙了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接受 耶稣说 呼吹日以思吹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去哪里 凡从圣灵生都是这样 哇 来到帝后 真奇妙啊 主耶稣解释给我这个真理 他就很开放 但他说 怎能够有这件事 怎样得 很多人说 怎样得 怎样可以有圣灵充满 就是他用思想模式进入 当我们听到圣经的真理 当然我们都要用圣经分辨 但不要只是用思想去分辨 我们也都是用心灵 在敬拜的时候 一路敬拜的时候 不要只是用思想模式跟着歌词 是用灵去进入歌词里面 好了 我们现在讲一些圣经有关的经文 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理性的限制 和我们如何超越这个 超越我们的理性 神是无法测度超越我们一切的理性的 约百四三十七章十三节 一起读下 轮到全者 我们不难测度 他大有能力 尔赛书四十章十三节 谁能测度耶华的心 或作他的谋事 只教他 这个讲到我们不能测度神的 神的心 没有人能够测度 还有没有人能够作神的谋事 神啊 我给一个策略 你怎么救我的家人好不好 神啊 我教你怎么做好不好 是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 因为神有祂的至高的智慧 是超越人所想象的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第一 就是深信神的智慧 所以你说 神啊 我的智慧不够高不要紧 我们的智慧不够高不要紧 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降伏 信靠主耶稣 去亲近主耶稣 神的同在就会赐给我们极高的智慧 智慧不够高的理性 是会难阻人认识神的 或者齐读 可能都是后书《识相控制》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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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各样的计谋 就是什么 就是人想一些方法出来 各样的计谋 各样的计谋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其实人都是 就是他因为自高的缘故 所以不想认识有真神 很多人就说 我不喜欢有个神管我 他不喜欢有个神管我 并不代表就没有神 譬如说 我不喜欢我爸爸妈妈管我 不代表父母失踪 就是他不想去管 他不想神去管他 不代表神就会消失 我曾经在这个CRE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是一个研究创造论的一个机构 很特别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博士 研究各方面的 其中以前我看过一部影片 就讲到 在美国 德萨斯州 他们找到一些恐龙的脚印 和人的脚印 那些脚印在哪里呢 在泥上高 但是泥已经变成 硬化 变成石头 以前是泥来的 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上面应该有些人压住 以至它变化了 还有有些人压住 还有化学物进入里面 就变成了硬了 那就有恐龙的脚印 那就是说 恐龙踩完之后 后来有些保护 但是呢 很奇妙就是 在恐龙脚印的附近 和恐龙脚印的上面 是有人的脚印还过的 那在这部影片 它是将 即是那些脚印摆在那里 然后那些人就摆下去 那你发觉那些脚印有大人有小孩 就是小朋友的脚印 有些人跑的人 因为跑的人是怎样 走的脚印呢 是会看到脚端的 但是跑的人是看不到脚端 只是看到脚趾 跟着好像有些爪向后那样 就是跑的脚印 他就看到跑的脚印 就看到人的脚印 但是这个地方的脚印 现在是怎样呢 是被一些人去到 找一些鑿 鑿烂了它 为什么他们要作难呢 因为他的理性 接受不了 有一个神创造 他就要破坏这个证据 但是破坏这个证据 并不代表神存在 即是他也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是难了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就是他以为他这样的方法 但是以前已经存留了这些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就看到人那种自高 有些人就说 不是啊 我都信耶稣 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自高 觉得自己 我用我的方法做人 我靠我自己的方法 我想做什么 做什么 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影响了 但是神呢 要怎样呢 将一切人的心愿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即是有没有人真是神 好了 你即是去爱这个人 可能就觉得很难的 我记得 苏如虹曾经有一个 这样的见证 我听过苏如虹的见证 他小时候 一直 他爸爸对他不好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 是不好的 后来呢 他就 即是他信耶稣 他开始对他爸爸好 而有一次呢 就说到他在 在一个 即是 年宵的时候 即是 新年之前 食验饭 那他们就出发 去 就想去行年宵了 那他走的时候呢 苏如虹就 他就说 死就死了 我走过去 多着我爸爸的手 即是其实他来说呢 即是他一向 和爸爸有一个距离 他就很想去冲破 但是冲破不了 那他说 唉 为何冲破不了呢 为何我自己不肯呢 那他就跑过去 拉着他爸爸的手臂 这个就是他 关系的完全改变 他爸爸 对于他的关系 完全不同 其实有很多人的 关系都是这样的 譬如很多夫妻的 关系都是这样的 就因为觉得对方 就是觉得对方呢 是不好啊 于是整天都怒着他 怒着他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一方呢 很多时候 女的就会说 男的呢 就怎么样呢 我们请大家 张开眼睛一下 男的呢 就会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沟通 女的呢 就会说 你敢不沟通 我就发脾气发猛症了 发猛症了 发猛症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就是 两个都会坏对方的 女的呢 就说对方 你又没有反应 又不和我沟通 他觉得自己对 但是很多时候 女的就看不到 自己的脾气呢 是影响过关系 是受影响的 我能不能够放下呢 就是说 神啊 我愿意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真的 真是爱的 但是很多人呢 就不肯的 就是去到这个时候呢 每天都可以 我全部都可以 作异症可以 领境拜都可以 大事都可以 不过 哇 和我爸爸 讲一句欣赏的说话 很难哦 就是因为 我们不能够 把我们的心意放下 求主耶稣帮我们说 不要紧 神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如果我们肯做的时候呢 这个思想和这个理性 可以放下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 改变了 就被神大大使用 为什么有些人 那么大被神使用 就是他愿意 在他这些这么难处理的事情上 可以放手 好了 神人追人 靠自己的能力 这幅是一幅真的照片来的 李小龙 和Michael Jackson 但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 我计算过年岁 Michael Jackson 当李小龙死的时候 是十八岁的 那就是说 这幅照片 就是在他十八岁位之前的 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 李小龙正折虑 靠物得救是有能力 那也不得一 勤 欣力大救 神是不喜欢人靠力量的 以为马很高 有能力 神不喜欢的 大家知不知道李小龙最后一部电影的油 由始日 옛电影是什么 ��人 arium 是死亡游戏 øy 真是个名字 好像想也想不到 倒不如找个特出的名字 是用死亡作为游戏 但是当他做这部电影的时候 他没拍完他已经死了 这个是当时来说是真的非常震惊的 但是人们就以为他能力的时候 他就会 就是他不能够保住他的性命 Michael Jackson也都全世界都很受影响 很能力很能力 但是他也都是 在他很能力的时候 很被接受的时候他也都死了 就是说人的生命 就是人想靠自己的时候是不行的 很多人想越靠自己越不行 基督徒基本上是不靠自己的 基本上是 不过依然都说 我都有这些学识 很喜欢他说 我有这个学识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这个恩赐 有些人真的有这个恩赐 我发觉很喜欢告诉别人 我有什么恩赐 其实你有什么恩赐就用了 你不用告诉别人 你不用宣布别人 人家知道没有作用 越知道的时候要有问题 所以耶稣说一句话 你右手所做 你不用告诉左手听 当然这句话 只是一个应用 不是说真是 难道你右手 左手不知道你右手做什么 只是说你做的 你不用告诉别人 我刚刚救了别人 我刚刚帮了别人 我刚刚 我们分享是可以的 我们作见证 不过不要在作见证的时候 顺便让人知道我都挺能力的 我都有很多恩赐的 那这个就是人靠自己 靠我自己的理性 我是能力一点的 好了 神叫世上有智慧的收睿 这里有条虫 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 我说读书虫 读书虫以为他自己很厉害 但其实读书虫 就真的是条虫 这个比喻是条虫 他以为很厉害 其实未必是很厉害的 神有这个能力 那些人以为是愚绝的 但是他依靠神 当然他做的 比智慧人更有智慧 以至那些智慧人收睿 还有减少一些软弱的 好像没有力量 病 但是他作的见证 比较强壮的更加好 令到强壮人收睿 所以呢 别小看自己 你和旁边都说 别小看自己 别小看自己 别小看自己的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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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太多基督徒 看自己的财望 我不行的 不做到的 所以就不愿意踏出 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但你愿意踏出这一步 愿意放手的时候 你就能够为神做大事 譬如我刚刚说的 俄罗斯的宣教士 他们只是读书 去到俄罗斯 但谁知道 做了宣教士在那里 一直去不同的地方 并且 他们建立了两个中国人的教会 但是神呼召他 现在要放手了 现在要去不同的地方宣教 向什么人宣教呢 不是中国人 不是向俄罗斯的中国人 而是向俄罗斯的俄罗斯人 当时的一间教会 就是他太太信主的地方 他说如果你向华人传呼 我们会支持你 不过你向俄罗斯人传呼 我们不会支持你 但他依然去做 就是说他 虽然在困难之中 他靠着耶稣 神就给他力量 其实我们各个都有能力的 当我自己经历 圣灵充满的时候 其实当时 不过 先说 是阿石当时在的 就是看着我经历 圣灵充满之前和之后 就是我们当中的人 是阿石见到我 郭思慕和纵恩 是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他才见到我的 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就不怕死了 在神乐园 后来去宣教 不断去作见证 并且去帮助人 经历圣灵充满 起初的时候 是我完全把握不了的 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法 我只是试去做 但我依然去试 在神乐园里面 我是依然去试 为我每一个神乐三按手祈祷 当时我不懂得教他 怎么学慕 但他们都说到 有经历圣灵 就是当我们放胆的时候 去做的时候 神就会用我们 而去宣教的时候 发觉神就很大大的使用 但实际上太多人就说 轮不到我 或者只是做一些 不敢在圣灵的工作上去发挥 我希望大家踏出这一步 不用怕的 当你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你所做的是很不同的 因为 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看着人得医治 看着人得释放 看着人生命改变 看着人生命提升 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圣经所说的 圣灵降落 你身上必得着能力 不是靠自己 而是神的能力 但有些人 他又会有一种的说法 他说我们不按手 按手好像靠自己的能力 这两个有对和错的地方 他就说我按手就是靠我 给神自己做功 这句说是有他的真理 就是神可以自己做功 但圣经也说到 守爱病人病人中 这些好料 就是说按手都可以 但按手的时候 如果他嬌慕 又是有问题 但又不要说 按手就是我做功 我现在不按手就是神做功 其实按手都是神做功 不是我们做功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 我们与弱的 反而神就会提升我们 神会大大祝福我们 希望大家不要被自己的 觉得自己如绝 觉得自己不够能力 限制了 我们一起宣告 靠你的宋 我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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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去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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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踏出 现在去踏出 其实我经常去宣教 我希望你们会试下去 你去完之后 你就会有信心 甚至小朋友 我才会想到 以斯拉的儿子 如果肯去一次 我会看到神的能力 可能他会更加爱耶稣 好了 以神的计划和道路 是远超过人的思想 即我们想到头都烂了 跟神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以赛书五十五章九字一起读 天怎样高过地 只要那些道路 观过你的迫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因为人的想法 我们想到最精明的了 是集体的智慧一起立 如何做如何做 依然 从神来说 可以是靠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靠神的智慧 但我们记实 我们怎样想法 都一定要尋求神的心意 这里讲到那种高超 多高超 去到多高 天怎样高过地 譬如人的聪明智慧 有些人很聪明 那个IQ去到百多 或者去到二百 通常来说 我不记得一个数 一百多 就开始属于是聪明的 有些真的高到很重要很重要 不过很高超的 和普通一个人的智慧 是否高得很厉害呢 是否高得很厉害呢 并不是高得很厉害 就是他最聪明的人 和普通的人 并不是超出得很厉害很厉害的 因为普通人 我不是说那些 已经是笨了傻了那些 普通的人 他都有他的思想 有他的智慧 他真的不是蠢到一只猪 他不是蠢到这样 他真的有他的智慧 就是那个高程度 你可以形容 屋顶到一个人那么高 就是这样的高 或者一棵树 他比较高一点 有棵树 再一些山仔 但也不会过到天 但是神的智慧 是去到天的程度 是超越天的 所以我们深信 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 我们超越不了神的 神的方法 他有他的奇妙的方法 神会做奇妙的事 比如在俄罗斯 在不同的地方 在回教途中 在伊斯兰教途中 在不同的地方 神会做好奇妙的工作 不过问题就是人愿意配合 人配合的时候 神的工作就会配合 我们很多人在地面走 我们视乎在地面走 地面走的时候 走过沙丘 走过沙漠 走过沙漠 难不难 走过水探 难不难 是难的 但是当你在神的level 在天上飞过的时候 经过沙漠难不难 是不难的 所以当你有神的时候 你靠着神 有困难 不要紧 神就会行神职 譬如我一说 这对俄罗斯夫妇 是没有稳定的入息的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 我没有一个稳定的机构支持我 他是完全憑信心 两个人 四围去 是完全憑信心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一个见证 也有很多人 其实是憑信心去侍供的 好了 为什么不被理性主义 去影一下 一起读一下 信人的智慧完全 不能用神的智慧比较 完全没得比较 第二 认识神不是靠理性 而是从启示来的 即是说是神的启示 不是理性 是神启示 我不是我想通 我是想不通的 用人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先说到 那些神学 用人的思想 说到为什么有些人得救 有些人不得救 是因为神的分别 神说他不得救 明天圣经说了 神想万人得救 他意思是他想 不过其实神没有真的想 没有真的想他们得救 就好像他们想得救 都不能得救 即是神没有简损你就不得救 有些人都问我 会不会是神没有简损我呢 我说只要你信 你就是神所简损 圣经有说简损 只要你信 你信耶稣 你想耶稣救你就得救 你不用问 如果我不是神简损我 就不得救 我怎样信都没用 圣经说到 你信你就得救 所以我们不是靠理性 而是完全是启示来的 跟着 在神面前 谦卑 神啊 我是算得什么 我们人的智慧有多厉害呢 厉害到什么程度 有些人的而且都很厉害 我们有时都会在电视听到 有些小孩子 有些人 哇 说个数字多长多长 可以说出来 哇 多多加多少 一路说完 他跟着他比计数机更快 怎可能呢 我们都想不通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么聪明呢 我们都想不通 不过有时这些人呢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又不知为什么有些人很笨 好像 莫刹特 音乐神童 真的很厉害 他小小的时候 我不记得多少岁了 他爸爸 他睡觉的时候 彈了一个chord 然后叫醒他 他立刻告诉他 这个是什么chord 即是立刻 说得出那个是什么音 在其中一套 莫刹特的电影 就说到 有一个人彈一首歌 他说 我们想用这首歌 我想你熟悉这首歌 他彈完之后 他说 你要不要写下 他说 不用写下 他在这里 接着他就弹回来 接着他就弹回来 接着他弹的时候 他说 这里可以改善 这里改善 他就将它一弹的时候 就弹得漂亮 即是他那种音乐的高超 的程度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都很羡慕 很多人都会羡慕 重音一下 这个音乐的力量 但是每个人 你多厉害多厉害 都好 都有个限制 而莫刹特 他是很厉害 但是他被自己的愚绝所影响 他的生命 是浪费在女人 曾经的女人 也都是没有好好照顾身体 结果他是很年轻 就死了 即是很聪明的人 可以很蠢 有些人很聪明 但是很蠢 所以说 神面前 有些人很聪明 还有赞叹神奇妙的伟大 当你要去看大自然 你就会赞叹了 看到神的创造万物 真的很美丽 在右手边 神做那么多花 那么漂亮 神真的很奇妙 这个自然界 那么舒服 神做那么多漂亮的鱼 我很喜欢欣赏 我就去搜尋 colorful birds 很丰富的颜色 我就发觉神 神真的很懂得撞色 即是说你穿身 也未必会撞这些颜色 撞完 你又撞这颜色 夹那颜色未必漂亮 你想想撞一下 你会不会这颜色 这样撞呢 例如 全身好像什么颜色 都有牌子 而且那颜色 真的很奇特 但是你看看真的很漂亮 很有趣 当你看看的时候 神真的看到 我们就会赞叹 你看看这些鱼 真的很神奇 神做的鱼 有一种光 有一种光 神做的鱼 有很多颜色 很奇妙 身体构续都很奇妙 神啊 人算什么 你看这些花 真是 花非常美丽 我们很喜欢看花 其实你看每一种花 都有不同的地方 就像看蝴蝶 我们昨天看到一只蝴蝶 很有趣的 真的 它后面有一条长尾 我初来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蝴蝶 有长尾巴的 又有一只蝴蝶 好像一块枯叶 那只蝴蝶叫做什么 蝴蝴蝶 蝴蝶 一块黄黄 就是还有绿色黄色的叶 还有一个角 是变成了中色的 那只叫做蝴蝶粉碟 有十几两两两 为什么我会知道 我不知道 刚刚有一个人 教班学生去看蝴蝶 他在教的时候 我就在这 他就在那里讲 这就是蝴蝶粉碟 一直讲的时候 原来他们这样去分别 蝴蝶属于什么类别 当我们看这些一切的时候 其实很漂亮 还有我看到 自然界 如果我蝴蝶 是相差很远的 就是花草树 我定型 是相差很远的 但是有些蝴蝶飞下飞下 真的是很漂亮的 还有神所创造的自然界 还有神用这个 就是水能够透光的程度 可以能够把颜色分开 做七色 有这个天堂 也是很奇妙的 当我们去到不同的环境 看到很美丽的地方 这些是蝴蝴森林 蝴蝴森林 蝴蝴森林是很漂亮的 蝴蝴森林 因为蝴蝴森林 感谢主耶稣神创造的万物 都是很美丽的 好了 如何加强自己的感性 一起读 留意和接受自己的感觉 有时人会封闭自己的感觉 譬如说 不开心 按住他 不开心是不好的 不需要处理 但有很多人按住 没有不开心 不要紧了 不紧了 譬如说有七人离世 心不开心 不要想他 他去天堂 可以了 但其实他 的而且会有伤心 他里面埋藏了 习惯了 压抑感觉 其他感觉就会压抑 凡是有人 譬如被人伤害过 压抑了一些感觉 之后 就慢慢变成 不懂哭不懂笑 那感觉会失去了 人真是 我认识有不同人 他会有这种情况 要接受这种感觉 第一 欣赏 一起读 欣赏神造 人有感情 神乐会会笑 懂得开心 懂得兴奋 懂得会叫 所以就会欣赏这些 跟着呢 欣赏神创造万物的奇妙 神创造真的很美 下一句了 留意和回应别人的感受 周人有说话的时候 我们都要留意他 有什么感受呢 譬如有人说 唉很辛苦啊 说的仇 不单是一个事实 他在他里面表达了一种感觉 如果周围的人 说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立刻留意他的感觉 回应他 那是会令到人觉得 我们关心他很多的人 就是跟人有联系 下一句了 学习表达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感受 能够表达出来 跟着呢 处理自己内心的负面感觉 下一步 接受了之后要处理了 咦 我有点点过 那我就学习去开放自己 去讲出来 去处理 还有跟着 学习释放地经历平安地 很释放的 很轻松的 完全好像 好像小雀那样 轻松在神面前 完全不介意的 又学一下笑一下 其实笑是神给的一个礼物 如果一个人是笑 他就不会失去他的感觉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在右边就讲出五大类的感觉 一起读一读 读英文又读中文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这个英文容易记一些的 又中文了 开心 憂愁 愤怒 愤怒 羞恥 羞恥 内疚 这是将人的感觉分开五大类 就是大类 Glad 就是所有的兴奋 开心 这些都是属于Glad的范围 忧愁 伤心 失恋 都是属于忧愁的 又什么是愤怒 激气 怒嘈 有afraid 具怕 然后 ashamed 就是羞恥 内疚 总是觉得自己不及人自卑 都是属于ashamed 那里的 那我们就看看自己有什么感觉 然后去处理 也都听人说话的时候 留意一下他的感觉 这五样的感觉 我们记住最好 其实是不难记的 如果你读英文 你记英文就容易一些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记得的时候 你就自己去留意 去处理 亦都会回应人的感觉 当你会回应人的感觉 你会发觉你的朋友多很多的 因为很多人的感觉是收藏 是不说出来的 好了 如何加强自己的灵性 不是只是加强感性 加强灵性 一起读 深信自己是卑微和需要神 我们是卑微需要神的第二 接受谈以本理性明白的真理 有什么真理呢 譬如 精灵充满 精灵的喜乐 有些人不可能会笑的 当然是傻了 傻了 傻了 就是他在理性上 不能接受 但是我们说 虽然理性来应接受 但是如果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就接受 下一句了 明白我感激 神的大爱我感 大恩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其实为什么每日 这么平安喜乐 就是因为我常常说 神很爱我 神很看宋我 神很喜欢我的 我们一起跟我说 神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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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你神 感谢神 是不是难点 但是当你休息的时候 神现在在爱着我 神知道我的痛苦 神陪着我一起 神在爱着我 在我前后怀疑我 神定义祝福我 一定会帮到我的 是不是更容易点 这个就是宣布神的恩典 宣布神的恩典 以后才进入回应神 好 下一句 欣赏神在人生命中的奇妙工作 真的好奇妙 很多好奇妙的工作 我们感谢神 我们听到这个宣教士 哇 四千V的电 居然不会电死 是当时其实 直接被他吸了 但是神就用神迹 其实很多人都有经历神迹 我自己经历很多神迹 你们都经历神迹 你们听过神迹 希望大家欣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下一句 用心灵去敬拜祢 爱护神 整个心灵 由我们的灵 就会加强 接着呢 学习享受神的创造 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创造 那么美丽 去到哪里都享受神 和神的同在 祈祷的时候呢 有平安 感谢神 神同一齐 以及一齐 建立在神里面的智慧 理智和智慧 理智和智慧 就是说呢 一方面呢 我们说不是靠人的智慧 但是我们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智慧 能够分辨万事 能够不给人影响 这个就是智慧了 有些人以为很聰明 反正其实是愚蠢 因为他骄驳 但当他靠神的方法 反而他能够有更高的智慧 求神帮我们有 有几天都有 是不是不要要理性 是不是今天我叫你不要有理性 不是 不过不要将理性放为之高 有理性也都要有什么 感性 还有什么 理性 全部都有 并且活在享受神的爱的状态 天天都在享受神的 求主帮助大家 我们都要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有什么难阻我们呢 有什么不能够达出的呢 有什么地方 当我们是好像每天都循环在这个状态 出不了来的 我们不是怎么发挥的 我们都在神面前去求主耶稣 来到我们身上去感动我们 求主耶稣向我们说话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感性 我们的灵性 在哪一方面 或者我们这些地方 是不肯听神的话 我们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神去改变呢 我们一起去求神去祝报 主要有啟示给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愚绝 和骄傲和光雅 帮助我们去看到你的恩典 和前爱 看到你的大恩 多谢天父 残余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主 感谢主 我们欣赏你的智慧 欣赏神的至高的智慧 神的智慧是远比天更高 神你的智慧是极高的 神你的慈爱是极高的 神你的慈爱是极高的 主要我们人的智慧 算得什么呢 我们在你面前降伏 求神赐给我们 谦卑的心 将我们一切心灵拦 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 都除去 让我们完全的信服基督 神面前来神的 有什么地方 我未被你降伏 或者我如何被人影响 被我的情绪影响 如何去恨一些人 不肯要摇树 不肯去爱他们 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心里面剔住的放下 如果我们是被我们的理性所控制的 求主帮助我们 你接受圣经的真理 不是一定要通过得我们的理性的 圣经讲的人我们就接受 多谢主 感谢天父 赞养天父 求主教我们一阵 用心去感谢天父 用心去爱慕 O 大家可以站在这个位置那里 站在身上 主耶稣我们心去欢迎你 FOR耶稣 Galem Galem 耶稣 大霊千奇 耶稣 阿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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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主 多谢你 多谢你 你真是美善的 神啊 你真是美善的 神啊 你真是美好的 我们心里教我们 欢喜你 喜悦你 欣赏你 喜欢你 享受你 我们活在一个这么漂亮的世界 我们感谢你 虽然世界有丑陌 但我们依然知道有神 在丑惑之中 我们可以找到神的美善 神的美丽 神的荣耀 主 主 换在你的暗中 换在你的音点里 多谢天父 真有福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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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开车 Hallelujah 从心里发出来 从心发出来 由神的喜乐涌流出来 神啊 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压抑 一切的捆索 由我们传言的轻散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谢天父 自启狗 欢迎许多谢天父 我们一起愿 num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